他可能是同樣的性別,同樣的年齡,做同樣的動作,說同樣的說話 他所得來的效應,跟你是不一樣的 他有些好些,有些差些,很多人就會覺得不公平 各位法師慈悲,各位居士,大家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大家請放獎 你好嗎? 很少人認得這麼正面 認得我 我為什麼會問這個問題呢? 可能有很多不是信佛的人 遇到一些所謂不公平的對待 他一般會怨天由人 會吧? 其實我們今天說什麼? 以前說的菩薩行詞 是說那些菩薩大眾 他們在信奉妙法蓮花經 他們自己如何奉行法門 在說他們,他們去行的法門 現在我們再說些什麼呢? 就是這幫菩薩大眾 他們如何去收持這個法門的時候 去加持,護佑我們這些眾生 好,我們不要說我們算奉行妙法蓮花經 至少就是我們都算信佛 我們會隨起三寶一切的行事 我們算是這樣的 而這些菩薩大眾 他們會護持我們這些眾生 我們今天說什麼呢? 就是佛教告訴你 或者佛教怎麼看公不公平這件事 你說佛弟子很少投訴 公不公平? 公平!所有事情都公平的 在哪裡看到公平? 你有沒有試過受到不公平的對待? 你明白嗎? 世間人的不公平 用佛教的眼光去看 是不是公平的? 你明白我問什麼了? 世間人覺得很不公道的事 其實沒有不公道 全部都是因緣果報的 老人家都說 各有前因,莫善人 有些人做同樣的性別 同樣的年齡 做同樣的動作 說同樣的說話 他所得來的效應 跟你是不一樣的 他有些好一點 有些差一點 很多人就會覺得不公平 好了 所以我幫你調一調轉來說 當你在投訴不公平的時候 當你在投訴不公平的時候 你會怎樣想 你怎樣才能讓自己 不要因為 有沒有聽過《阿含經》有戰語 種兩支戰 種第一支就是你那個惡業的果報 賣來 哎呀 好了,你因為這個惡業的果報賣來 然後起貪親癡 再去做第二輪的業 叫做種第二支戰 好了,凡夫不信佛的 或者沒有因緣接觸到佛法的 他們多數都是連隨中兩支 對嗎 遇到那個惡果 他們不知道 對嗎 有多少人會記得 我前世打過他 罵過他、偷過他的東西 我們不記得 好了,當你那個所謂怨親債主 他問你拿回債務的時候 那你那一刻怎樣 抱怨 你們就欺善怕惡 人人都明白什麼叫欺善怕惡 明白 欺善怕惡就是 就是可以罵得回他的 就罵回去 可以噴他的 可以給他面子看 給他面子看 但是不可以那些呢 不可以的時候 你就暗然瀟魂 然後背地裡就在抱怨 是不是這樣 凡夫眾生是這樣 凡夫眾生是這樣 好了 我們現在很糾結 即作為我們現在這些是凡夫眾生 作為凡夫眾生 你糾結的地方在哪裡 你也是凡夫 但是你信佛 事下是否很流行要禅修 是否有很多所谓正念的 各知的收集 你常常有没有觉察力 我觉得 你们的海青和万依 有那个加持力 因为穿着的时候 那个觉察力高一点 他是个身份来的 他会提醒你 觉察力高一点 有没有觉察力 有时高一点 有时低一点 有时强一点 有时弱一点 现在我们就是 如何通过学了佛之后 将你由一个彻底的凡夫 变成有觉察力的凡夫 要求很低 就是你中了第一支箭之后 你如何可以避免中第二支箭 我们不要处理第一支 第一支是没办法的 如何去处理第二支 好 一般人 其实他没有处理 一般学佛的人 他就会说 我前世欠他 当我还给他 当我还给他 快点 拿去 拿去 其实你很不情愿的 你有多情愿 不情愿的 不过 耐他不可 有没有啊 有没有啊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其实你不是想冤枉大家的 亦都不欢迎你对号入座了 因为大家都是这么高这么大 你不要乱这么想 刚才说你欺善怕恶不是假的 大家都是真的 你遇上怨亲债主的时候 可以恶他的 那你就恶别人回头 其实你没有还到 你那个动作 和整个思维的逻辑 其实就是中第二支箭 只不过你那支箭 就包装得漂亮一点 是不是 好了 比上得足 比下有余 你宏观 在整个法界里面 有很多众生 他都在受苦 他可能受的苦 是跟你同一样程度 但是你已经托乃 你有遇上佛法的了 你知不知道我今天 讲菩萨行辞的时候 要讲这件事 由无耻起无名之后 我们就结了很多不同的冤仇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怨亲债主 说不定在世界某一个角落 有一些怨亲债主 跟我们 是在受同样的 同程度的苦 但是因为你 过往你自己的恩怨 或者那些善知识 佛菩萨的慈悲 帮你和佛法结了缘 你现在 比起那些受同样程度苦的众生 你已经很幸运了 你可以用佛法 然后我们今天讲菩萨行辞 你可以得到某一些佛菩萨的加臂 你得到他们的加持 那些跟你同一样受苦的怨亲债主 他有没有诸佛菩萨加持 他没有 然后他又真是仰天长少 知道吗 他惨什么 你就好 你常念恭敬观醒菩萨 他又来护你 他又施语无畏给你 令你身心安稳 我没有 你明白我说什么 你明白我今天要说什么 好 所以 你还愿不愿 我要处理第一支箭 还未处理得到 但起码 大家都凡夫 你中了第一支箭 你中了第一支箭 你中不中第二支 你要开始改善一下 你的念头 大家都在六度轮回生路病死苦 固然的了 但有很多情绪上的苦 是因为外境令我们受过这些苦 但是 你不要这么快 我现在就当是还给他 这个是我国往恩怨 不是这么快想这些 你只是用一些 你眼前的 人知道什么时候 才会抱怨 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你说不公平 你受到不好的对待 你才投诉 但是你拿了好的东西 你就不出声 一般众生都是这样 但是我们说 学佛的时候 如何处理第二支箭 第一支中了 没有办法 第二支怎么办呢 你都要想起 其实你有福 可以遇上佛法 去用他们的法门 然后得诸佛菩萨的加备 你已经叫做 好大福报的了 你这样你不计 因为你想赢了 你不是输打赢要 你想赢了 你想一些付出都不要 然后全部的东西 都是好的向着你 知道什么叫赢了 最好不要苦 不要苦他都来加备我就好了 好了 第二 最好不用做什么付出 他又来加备你就好了 最好就是立地成佛 更好 大家都是想不怒而获 所以我们现在要处理一个问题 不能不怒而获 你要得诸佛菩萨的加备 其实你已经有一个基本的入场卷了 你已经有基本的福德恩怨 你遇上他们 你有福了 你学到佛算是有福的了 而最可护最抵打的是 你明明有你都不去用 然后你又怨 怨什么呢 都不能怨 好说不好听 既然是业报 你怨 他也是业报 可能还不太多两千 是不是 好了 如果因为业报 然后你怨 你又不用佛法 那你就会失去 伤失 你明白的 你好像在道理上明白的 但是你硬是 不是一着海青万衣的时候 你就会 你用回凡夫的思维 用回续世的思维 但是试一下 试一下 你有佛法 你有佛法 你在道理上知道 但是 实际上 你也要慢慢去转化这种想法 然后 你就会令自己精进一点 那种精进是 你明明有在手 刚才我问你好 你回答我多好 那我祝福你 没什么事干 那你就快点 好天稳下雨柴 如果你觉得自己 这段时间很不够的 那你就会更加知道 人家不够 就没办法 逐一点说 硬吃的 但如果你是佛弟子 你不好 你觉得 好像真的 哇 这头就头云 那头就生气 那头就脚反根 老人家是这么说的 医得头 你就脚反根 好了 在这样的时候 你就用佛法 我们在 今次《法法经法会》里面 我们会向诸位 能够得诸佛菩萨之家庇 能够令到自我 业障消除 福慧增长 再回向法界一切有情 能够通圣佛道 广化有情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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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令到整件事 互相涉持 大悲心陀罗尼经 他说得很清楚 他说 你欲仲持这个大悲神咒 先当从我 发如是愿 愿我束会无为蛇 束得界定道 远离三恶道 然后 我若向刀山 刀山自吹折 我若向火汤 火汤自呼启 还真是 的 警察 是 被緊提下 是 防御 加策 你 那 的 人 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